每次來的時候都已經很晚了 來的時候還最醺醺的什麼的 然後呢 這個監製很厲害喔 小梁 下禮拜錄影 我跟你演一齣戲 那個監製進來 小梁 你會不會當製作人啊 小梁 我打那個監製作 我打你 我就打你一人 不要 剛剛就說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我下去早一點來就好了 我一到現場 我就跑去清涼休息室 佩晨 佩晨出事了 出什麼事啊 那兩個大哥不能搞在一起啦 他自己到 玉琳 動 我們到外面談節目 結果呢 我們在外面聊不到十分鐘 那個在會場的第二個大哥 打電話來 玉琳啊 你們在幹嘛 我說沒有 我們在聊節目主持 你要找他主持喔 那個橋座位是一門大學問 尤其演藝圈 他妹妹家教很多 因為我們節目的關係 正是各路的命理老師嘛 我想說命理老師 他們最適合同桌啦 十二個命理老師 全部都打一桌 真的 他就十一個人了嘛 最後一個是張維忠嘛 張維忠不曉得 他跟他們同桌嘛 張維忠 來 恭喜...來 帶我到我的座位去 拿他一到那一桌 命理桌 頭暈 直躺太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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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真的是真的 我是會講的話耶 你這麼會算 你沒有算到這一天嘛 我都會說的 我們敬酒的時候 敬到那一桌喔 我頭也暈啦 因為他們 暗中在鬥法 對 還有一種 你千萬不要以為大哥 就有大量喔 大哥喔 是記仇的啦 大哥耶 那演藝圈有兩個大哥 他們就是不好嘛 是 有一年那個佩甄啊 李佩甄啊 結婚啊 我一到現場 我就跑去清涼休息室 佩甄 佩甄 出事了 出什麼事啊 那兩個大哥 不能搞在一起啦 然後他說 他們會這樣嗎 沒關係吧 不聽我的話吧 不聽 第一個大哥先坐嘛 然後看到那個名牌 我看到大哥還在偷換 好想坐 他在對面喔 他在對面喔 該坐在隔壁嘛 他到隔壁了隔壁 結果那個好事的工作人員 他在看那個座位表 不對啊 快回來 快回來 接著那個大哥來了 我跟第二個大哥 是有約的 因為我們預計婚禮完 要談節目 找他主持的事情 那大哥最近有開 演習七八婚禮嗎 沒有 這不能透透 不能透透 那第二個大哥 跟第一個大哥坐在那邊 兩個都沒話講 而且很便宜 很尷尬嘛 我們預計至少吃五道菜 再來聊節目嘛 他吃一道 他吃一道 玉琳 動 我們到外面談節目 他就把我帶走了 我也很想吃啊 那我來吃一道 那我來吃一道 那我包了... 還不能吃 結果呢 我們在外面聊不到十分鐘 那個在現會場的 第二個大哥打電話來 玉琳啊 我剛剛看你跟那個 那個誰走了 你們在幹嘛 我說沒有 我們在聊節目主持 你要找他主持喔 會停喔 你這樣我好想照著 你看這些大哥 眉眉角角 對啊 問題好多喔 幾個字啊 都不能講 因為不能講 不過因為眼圈大哥也沒幾個 對 但我們以前錄影也就是這樣啊 因為現在一天可能要錄好幾集 所以大家都會有時間的壓力 因為下一集的來賓可能又來了 或是怎麼樣 對 以前我們那個年代是 一天只要錄一集 還會錄到三更半夜 為什麼 那時候的主持人 是錄完一個單元喔 正常不是接著馬上要錄嗎 沒有 他累了 對 他要找一個地方睡覺 休息個十分鐘 不只喔 睡醒以後可能就兩個鐘頭了 還有大哥不只是遲到 他有時候會No show 對... 然後我們當時的製作人 想了一個辦法 就想說 比如說叫我們男生去 大哥也許會不是那麼開心 他們就找我們一個發通告的妹妹 然後每天呢 比如說十點要叫他起來 他就 然後進去的時候 大哥來開門 表示他起來了嘛 大哥就 大哥趕快去監禧 那我們等一下再坐計程車去 然後那個發通告的妹妹 就吃早餐 然後在那個 他大哥家看電視 他等於是 軟性的 押大哥來到攝影棚 那時候我會延遲 曾經有一位偶像劇的 算大咖明星喔 然後過年特別節目被發來 然後他就是 等著要演一個短劇而已嘛 那短劇播出大概二十分鐘 他下午兩點來 等到他演的時候 也半夜兩點了 他本來英俊小聲 等到他要演的時候 都已經長出鬍子 沒有 這種是不準時的 還有一種也是不準時 什麼呢 他想提早下班 可能他自己弄好以後 他自己就 那連攝影大哥都還沒進來喔 他就站在攝影機前面 來… 來…現在錄… 然後他有一天把我叫過去 他說小梁啊 到底是誰規定 中午十二點以後才集合 然後下午兩點才錄影 到底是哪一個電視台規定的 我說沒有啊 我不知道 應該沒有這個規定 他說沒有這個規定對不對 那所以可以提前嘛 我跟你講 我早上八點送完小孩去學校 我九點我就來了 對… 然後我保證你們 六點以前我一定讓你下班 對… 不錯喔 對 也有這種的啊 那個人不要講出名字 他會生氣 哪個會… 那是你講的 我要講的是 我很難忘的一個事情 就是我以前有做一個節目 是一個意志問答的內容 主持人呢 他在這個解答的時候呢 解答得不是那麼詳盡 也不是那麼完整 然後就把人家這個教育 有稍稍的有一點講錯了 然後呢 哇 那個節目播出去以後 不得了了 我是第一次上那個 報紙的頭版頭 會上到這樣子的話 就是伊斯蘭教 猶太教 你是哪一個人 就是某一種宗教 對… 然後呢 後來呢 後來怎樣你知道嗎 後來… 進一步說明 那個宗教抗議 說要來電視台 就是有點要來出征了 你知道嗎 那電視台高層也很害怕 然後趕快找高層去跟他們 溝通 協調 道歉 有一位長老就說 那沒有關係 那你們願意道歉 那OK 那我們接受你的道歉 那電視台說 好啊 那我們趕快 來拍一張照片 那張照片就是有那一位長老 跟那一位主持人 然後還有電視台高層 這樣子發出去 應該就可以平息眾怒 因為都已經道歉 然後握手這樣子的一張照片 譬如說明天早上九點 那那個長老要來 那電視台高層也出動 我們製作公司的老闆也要來 那包括小弟我也要來 那天晚上開完會之後 還千叮嚀萬嘱咐說 明天九點不要遲到 我就跟我那個製作公司的老闆說 要不要我打電話給你 沒有…不用… 我自己就起來 我是誰 我自己就這樣起來 這是怎麼回事 你這個他針對性很強喔 他有說我是誰這樣嗎 沒有 他大概是這樣 然後就說 OK…那明天都要來喔 九點喔 電台很苟見 第二天九點 電台高層來了 長老也來了 那個大哥 綜藝大哥我們好不容易拜託 因為我們最怕大哥遲到 大哥很準時的出現了 表示大哥也在怕 然後都出現了 奇怪 老闆沒來 然後電台高層來跟我講說 你們家怎麼沒有來 然後我說 不知道 沒關係 可是那個長官沒有 那我們趕快先拍照好了 拍照喔 然後我他拍照 我就趕快打電話給那個人 結果他沒有人接 完了我進去就是要面對 還好就大事畫小事畫五 全部都拍照握手 很熱絡OK這樣 然後趕快那張照片發給記者 然後結束大概十一點就結束了 然後電台高層要問我說 老闆 老闆 我們都結束了 他怎麼還沒來 我說可能他另有要工 我回公司再問好了 OK 拜拜 我一走出電台大門 我就打電話 通了 你要不要講你怎麼講的 沒有 我講真的狀況 我已經穿戴整齊要出門了 是 說十詞那十塊 然後接著鎖喉 那我自認為 所以就是那個人喔 那我跟你講 真實的原因好不好 因為那個時候 我雖然沒有走目前 可是也普遍有在上各大媒體 那我的形象就是嬉皮笑臉 我真擔心我去 不但沒有幫到你們 還愛到你們 對 因為我的人就是這樣嘛 我習慣在一個場合裡面 在嚴肅的場合我都會抽離 對 看著看著 嘴角會失守 真的耶 讓他一陣子被媒體捕捉到 我覺得是對的 那個電視台罰單來 累積到兩百多萬 他還在辦公室笑耶 對 嘴角失守 我們都以為他瘋了 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大悲無淚 如果寄來的是二十萬 你們 二十萬 為什麼 那又有兩百萬 你整個人會去消費 你這樣 OK 都被杜華解散的時候 那小鐘跟小馬等人 就沒工作 你知道小鐘多心酸啊 他爸爸就說 小鐘 你有工作嗎 有啊... 很忙耶 其實他就自己一個人 跑去大安森林公園 在途中買了一個便當 他就坐在大安森林公園 一個石頭上在那邊吃飯 就這樣子過了一個月 因為 對 對 他一直想不開 吃了... 感覺身後有人在跑步 他轉頭一看 小馬 我騙我媽說 我說 我在露營 後來在路上又 過了那個低潮期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 你只要那個... 你心中那把熊熊烈火 你不熄滅的話 你始終保持希望 小鐘本來是偶像歌手啊 對不對 乾脆喝杯就一次 纏纏來做諧星 對 被他走出一條路了 走出一條路了 剛剛就講了 因為其實你堅持下去 通常你可能... 我忘了在你面前 不該提到小鐘 沒有 我剛剛講 好可怕 那就是為什麼 OK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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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哥你不講我們不知道 不是 你為什麼現在還要 不是 你為什麼 我在跟美人姐 講恰恰話 你太落實了吧 你剛剛那個老師 聽音樂回來耶 都怕異景 我高 我無辜講台語啦 你應該聽不懂 我聽得懂 我都聽得懂 而且會上字幕 你看這就是為什麼 我要選A 因為當你如果失業 然後你那時候沒工作 你可能是短暫低潮 可是當你後面有工作以後 大家就不會再提起這件事 可是 對 那藝人 藝人都會 沒有 不只藝人 你就算不是藝人也是 因為就是親戚朋友 就會一直就是關心你說 你之前的那個男朋友 交那麼久 你怎麼後來分手 而即便你可能交新的 可能比較好的 他還會跟你說 你以前那個真的比較好 現在不會了吧 你都結婚了 就是 我現在單身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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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親近一點 感人氣勢 就是嗎 小男女的話 要罵單身 對啊 我們只有公正 因為他答我 我們小鐘都好 他對我們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對 這樣很大聲可以回答 對 我們兩個這樣 好像電視機頭一個觀眾 對 對 你也知道我跟小鐘 跟老師我們喜歡吃海鮮 小鐘 對 你覺得在音符旁邊講 小鐘恰當嗎 不安心 為什麼又不行了 這個你應該更了解了吧 沒有啦 你說小鐘 對 我都被小鐘 小鐘這個人 你們不是分手很久了嗎 很久啊 客家一哥啦 八年 十年了 沒有啦 那不是 那不是 我們服務所來 我們服務所來 我們服務所裡面其中一個就對了 他很經常記啦 但是小鐘經常提起 最討厭來家裡做客的人 做出哪一種白目舉動 好不好 還有 真的把我家當自家 你也是奧客 來 哪一種奧客比較 無法接受A還是B 來 請選擇 吃乾麻醬還外帶 之前我們有一起錄這個 《綜藝三國志》 我們一起錄過五六年了 所以大家感情滿好的 誰啊 他就是誰啊 我約一些 他們一起滿少的 對 滿多的 滿多的 那花花 瑪莉 有時候約他們來家裡打牌 因為我家裡有一個儲物 儲物間 然後裡面放很多 我收集的 不管是一些 槽牌 或者是一些玩具 都是滿貴的東西 然後後來我就發現 儲物間裡面的東西 越來越少 好強喔 然後我就問 他們就說 對啊 我幫你拿的 我說什麼幫我拿 我就說 因為我看你這些東西 你又用不到 然後我就發現他們其實會 就是 然後就說 那個東西只是 然後拍照給我看 他就說他好好的 比如說第一件 他是先偷一個玩具 後來他們就變本家裡 這些人 甚至我有一次在打牌 然後我去Re個通告 三十分鐘我回來 我看到他們在喝清酒 然後那個清酒就是 就是十四代 十四代 一支 兩萬多塊 然後他們就是 不懂喝酒的人 然後就說 這個怎麼一點味道都沒有 然後我就說 那個要兩萬多塊 所以你又虧了兩萬 所以我又虧了兩萬多塊 然後後來變成說 他們只要一來我家 我變很神經質 他們要離開的時候 我會檢查 他們的包包 他們的包包 甚至他們要搭車離開 他們會自己開車 我連他們的車我都會看 然後有一次就被我真的抓到 來 我們來看一下影片 好 一同 我們真的沒有空你東西 你說我真的算了 你車子要空 那一同 他一同心肌真的很重耶 就他在那裡頭 你空了一些 他在那裡頭 這什麼東西 他在那裡頭 他在那裡頭頭抱枕 他幹嘛 快跑 他在那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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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瑪莉跟花花 對 對 所以我就開始會搜他們東西 他要瘋田 他要瘋田 好可怕的一個人 他你心裡很重喔 他是有花 你的意思說我 我已經害怕 他覺得很不怕東西 他覺得很不怕東西 你是不是很可怕 趕車來收 我們的車子 他們真的會鏘東西 真的偷東西 而且所有的 他偷那個 因為那個熱狗抱枕很可愛 那個緊枕 對 他上飛機可以 他是三節式的 而且重點是 你覺得在潘若迪面前 撥有花花的影片 這樣打他嗎 那叫什麼重點 請問 恰當嗎 你會不會變扭啊 怕你啊 我什麼好變扭的 沒事怕你 他會覺得還好分手了 對 他會覺得還好分手了 我就知道你要講什麼 他跟小鐘分七八年 你你們分多久了 幹嘛 沒有啊 抱起一下多久了 我小孩都十歲 你還要怎樣 好可怕喔 今天 製作圈很流行用眼的 那小梁 小梁有一陣子 有一陣子在我的公司 當製作人 那是我的製作老闆 那我們就接了某 有線台的一個帶狀節目 跟主持大哥配合 我就講就 那康康那時候呢 人紅 節目非常多 所以每次來攝影棚的時間 就都比較晚 對 那當時電視台的監製呢 就一直怪小梁說 為什麼每次都要這麼晚開錄 梁和群就實話實說 沒有啦 康康哥啊 每次來的時候 都已經很晚了 來的時候還對熏熏的什麼的 然後呢 這個監製很厲害喔 小梁 下禮拜錄影 我跟你演一齣戲 反正你見機行事 你看我幹嘛 你就Follow我就對了 下一周康康來了 他已經很晚了 那個監製進來 為什麼有這麼晚開錄 小梁 你會不會當製作人啊 你當製作人啊 因為他被跟小梁套過嘛 小梁 你 你打我 我打了金字說 我打你 我就打你一人 不要 康康哥說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我下次早一點來就好了 好可愛喔 那也有解決了嗎 後來隔週康康哥 果然就比玉璽的 早一個鐘頭 小梁後來明白 這是演戲了嗎 知道啊 以前他們兩個最會演戲啊 他們一個 一個豆腐 他跟小梁 以前主持那個憲哥節目 我當那個助理主持人嘛 對... 那個本很爛啊 對... 然後兩個在門口 你繼續跟憲哥 你去下去啦 你去下去啊 然後等一下 然後就那個門一打開啊 太好笑了 怎麼那麼好笑 然後小梁說對啊 憲哥我跟你說 今天啊我們就找 三個二樓師女孩來 然後就看誰的腿比較長 他在這邊 對啊 怎麼有的腿可以這麼長 也太好笑了吧 然後憲哥說 哪裡好笑 你突然沒開始講 然後兩個都一直笑 一直這樣之後 就試著用催眠的方式 該笑就對了 對... 然後因為女主持人很挑衣服嘛 就是大概沒有一件衣服 是女主持人穿出來 會自己覺得好看的 每次這樣耽誤錄影時間 也不是辦法 吳小梁就研發出一套 那個女主持人 進去更衣室對不對 預期出來一定是臭臉嘛 出來 這個 好漂亮喔 掌聲鼓勵 兩個都演半天 那個女主持人走 真的嗎 對啊 我也是覺得怎麼樣 錄影...走... 我有一個朋友 他有那很嚴重的潔癖 他那個潔癖就是說 吃飯都要用公塊母池這個 對 然後他不是一個公塊母池 他是每一道菜 都有一個公塊一個母池 對 那很要命 然後家裡的廁所 都盡量不讓人家去上 那你喝酒吃東西 就喝到最後大家都亂了 誰還會記得公塊母池 而且有一些不肖客人 他其實是拿公塊夾 然後還放進嘴裡面 對 然後再放回去 他驚覺也不對了 大家沒注意到 他又偷偷放回去 對 對 對啊 所以我後來 我們都不去張秀卿那裡 那就是 那就是假鬼假怪 張秀卿 對啊 我覺得身邊的同事 也是很可怕的監視者 你說藝人朋友嗎 對 因為大家都看我們拍戲啊 那個休息室會有一種藝人 他很孤僻喔 他坐在鏡子前面 然後 可是他 在看鏡子 對 然後再注意人家後面的鏡子 其實28連打 因為很敢要換裝什麼 那電話來 我們可能就是 好...因為可能待會兒就錄完了 然後就約說 深深要去唱歌喝酒說 好...等一下我錄好 我打給你 好...我知道... 然後逛完以後 你就上去錄影 也沒事就五字三號然後錄一錄 然後可能會有NG 然後或是慢 現場工作人員可能在慢 他就突然來一句 好 趕快喔 小玉等一下有局要去喝酒 不要耽誤到他的時間喔 我是誰 因為他聽到了 對 我心裡想 關你什麼事 對啊 我也沒有催大家 可是我說真的喔 大家錄影快一點 他晚上真的有局喔 我們錄完到已經快景點了耶 但是... 但是以玉琳哥這種 身上晚盪又好 無所謂 像我這種人 我才不要什麼背後講 直接這樣 我也是去劇組喔 那男女主角 休息的位置坐隔壁 那兩個好勤奮向上 你知道嗎 這感覺好像在研究電腦 那兩個都... 在那邊打 然後我在他們身後 他們還渾然不絕喔 OMG啦 他們兩個就坐隔壁喔 然後呢 彈琴說愛 晚上要吃哪裡啊 可是... 然後... 然後... 然後我如果默默離開 搞得我是小偷一樣 也不行嘛 所以誠實的我就... 嗯...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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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一台電腦 再受隔壁這樣 我講得有沒有誇張之處 你們劇組是不是常常 就幹這種勾當 我是沒有去真... 他們告中 剛出來拍戲的時候 跟非常資深的演員 第一次拍戲 他就被整到 以前他有配音的時候 你是新人嘛 你是曠明杰 我是那個資深的 所以台詞對好啦 對不對 你情緒滿滿的嘛 那我也要講話跟你對詞 這是很感人的戲嘛 然後就講說 女兒 一二三四 五六七 對 對 潘明杰 因為可以對... 可以對... 配音 所以他遲了不講 他就... 因為我只有七個字 我就講 一二三四 天啊 五六七 這個新人 傻了 沒有啦 我有遇過這種 我那個情況也是很久前 然後是古裝戲啦 拍保鏢 然後他就是在那邊 要講說這一段話怎麼樣 然後叫... 派我們兩個去工作 那還好他的台詞 我們也有看 他還是這樣 比如說我那個... 我這個說明字叫傳見 傳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十四 一下十三四十五 然後我就看了一下 陳平兩個人 我說 是 完了以後就是大笑你了 不是 因為我想說 他怎麼會這麼認真地講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但還好 因為我們那時候年紀輕 鋼物還沒多久 所以有把他的台詞都記下 那真的太難接了 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綜藝大哥 主持得好好的 突然說他覺得 身邊應該要有一些心血 要紅花也要有綠葉 就是說旁邊應該要有一些 比如說年輕的妹妹啊 那這樣感覺滿好笑 滿有趣的嘛 對不對 我們就提了名單嘛 一二三四五 提了都給他 他就是不要 他就是要 比如說他要的就是 A女這樣 我們說A女 我說這個歌A女 可是A女對啦 身材是很好 可是這個口條這不行 因為他真的 你旁邊要主持 要拋接 要接話 然後我就想說 因為我這個人 我就是為節目好 你知道嗎 我就會想說 你一定要這個嗎 這個不好 你真的不試試看 一二三四五嗎 然後旁邊我的長官 就一直在 因為辦公桌就一直 當這個動作就表示有故事了 一直踢我 他要A女嘛 那會議就結束了 出去以後那長官 他要A女你就給他嘛 就一個人也壞不了整個大事嘛 對不對 你幹嘛一定要在那邊講 你的一二三四五呢 OK OK 那就是聯絡A女給他 好了 那下禮拜來了 那個A女就來 跟他搭檔主持了嘛 大哥也是很開心啊 然後我們就 然後 他就是愛的對不對 對 對啊 然後就有一個 普通工的工作人員呢 因為要留一本嘛 他就進去那個 大哥的休息室嘛 進去以後 他馬上門關了又出來 然後趕快就跟我們 小哥... 旁邊... 不要跟別人講 我只能跟你講 你知道我剛剛看到什麼嗎 看到什麼 那個大哥 他跟A女 手來腳來耶 真的嗎 真的嗎 第一天耶 第一天耶 手來腳 以前綜藝風氣真不好 然後呢... 我說真的還假的 我說好 那是人家的事不要講 我們就把我們的引路好就好 因為我就是一個 以大局為重 以節目好為重的 一個製作人你知道嗎 我只是去樓下便利商店 買個東西而已 我一經過樓下 門口的警衛大哥說 小良 過來... 這鞭子... 來啦 他說幹嘛 什麼事啦 因為跟大哥每天都見面的 該聊的也都聊了 到底還有什麼事要聊 我跟你講 你不能跟別人講喔 好來耶 那一段都還沒錄完喔 樓下一樓警衛都知道了 你已經知道了 手太扯了 我說以前 那個年代的大哥啦 那個年代的大哥啦 那個年代大哥以前 某電視台知名的四角獸事件啊 就是錄完了嘛 那個年代的綜藝節目 都有大型舞群嘛 有的大哥就看上某舞群 然後就在那個更衣室裡面 打掃了阿姨 因為錄安穎要打掃嘛 阿姨沒見過四面啊 阿姨沒見過四面啊 對... 外星人... 四隻腳... 然後警衛再過去看 就是那種尾牙的 我上台我要主持 還要忙現場的那個 助理呢 就負責幫我聯絡 那個要到的藝人來 你最少可以Cue我 然後你助理可以 對 它就會讓我知道說 現在藝人是在車 車上還是已經到了 step by什麼的 我就通知 每一個要上台表演的經紀人 先跟他們講說 你的藝人來 不好意思 麻煩請全部都帶裝到 不要給我來這邊什麼 還是稍微修修補補是嗎 我可以提供免費的化妝鏡 其他沒有 都講好了 都沒問題了 對不對 那也跟助理說 藝人只要到哪裡 你看到我第一個藝人上場的時候 趕快聯絡 第二跟第三的在哪裡 我要知道時間 我才知道在台上 要幫忙先電個話 還是幫忙拿迪賽一下 那時候前面都還滿順暢的 第三組藝人的時候 那個助理就已經傳訊息跟我講 就是說 我說 然後我就馬上現場傳 OK 沒問題 然後等到第二個藝人 唱第二首歌 訪問完以後來 助理又傳了一件事 就傳了 就說 我在台上 那個主持的反應就是 一把火上來 就很快的跟那個 那個第二個的講 就說 來 我們現在接受第三首歌 歡迎唱第三首歌 然後下台 下台以後我把助理 我說那現在是什麼意思 我不是講說 不能有那個化妝師 化妝師沒辦法 他現在不是在整我嗎 我就先打電話 我就當場幹掉 因為那個他們已經到 他們是在樓下 他們準備上來 我說你現在是怎麼樣 我就跟你講說 我沒有化妝師 你就自己搞定 你是幹嘛呢 我把對方罵一頓 對方經紀人很冷靜地說 趙哥 你生氣生完了嗎 你可以稍微冷靜一下嗎 我和你講 我問你助理 還要是化妝師跟化妝師 還要是WC喔 妙妙啊 他不要問化妝師 我的助理不要在殺什麼天賓 所以不看到他 我就...好 對不起 剛才掛到 我就問他 人家說化妝師 你跟我說化妝師 你現在什麼意思 有嗎 他是說化妝師啊 我就... 我以前有一個天賓老闆 那個讓我永生難忘 那個年代不是很流行 那個去金門馬祖遭軍嗎 那年遭軍 大概是有史以來最盛大的 那一次 那這些人要有排場 我記得 周慧敏出場的時候 挖人橡皮艇 然後排著他那樣出來 然後... 然後呢 很帥 好啦 那每個人都有 慘了 然後 萬子良在... 在旁邊看彩排 越看越不是味道 那經紀人就反應了嘛 我老闆就集中生肢 說簡單... 我跟你講喔 那個開演之前 你叫他離這個舞台 大概一百公尺 還沒有一棵樹對不對 你知道他從樹下 好累喔 好 他一忙他也忘記了 但是我只記得 我分內的工作 開演前 我必須把萬子良 搞到那棵樹下 還憲兵嗎 萬子良還拍拍我 兄弟啊 他那時候出一首歌 叫做 這是一個好地方 他說 這是一個好地方 然後他去世代發主 那個雙手都貼褲鋒了 來練習 然後我一直沒看到憲兵 我一直沒看到憲兵 我老闆已經忙到忘記了 你知道嗎 可是我已經來不及了 因為台上主持人 我記得是PONG 他已經在介紹 歡迎大哥大萬子良 那萬子良一直以為說 他這樣走 旁邊 你知道嗎 沒有 沒有 他就 那是走到舞台去 好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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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台上 他還是敬業的演完 我只是聽說那個經紀人 兩個月後 在遇到的時候 韻哥 你知道那個旺哥 後來只留下一句話 我說什麼話 他說 改歌了 你那個節目還OK啦 還OK啦 不要難過 倒數不報憑 每個人我只能說OK 不然我能整個吧 真的喔 對 而且我覺得這是我 我在這個行業以來 我第一次遇到這種事 就你說收視率不好 或節目做不好 這節目收收挺挺常有的事 對 竟然是整個台要撤走 對啊 你說你遇得到這種事嗎 我也才幾歲而已 就遇到這種事 我民國56年出生的人 對 對啊 怎麼就讓我遇到 而且我們的老闆 是這麼大咖的 他怎麼可能 說走就走 對啊 講了講了我都快哭了 對啊 我節目收了 我不可能說一切都好 對 因為大家就覺得一切就是 你不是節目收了 就是 你是側台 側台 你叫我怎麼昧著良心 去跟別人說一切都好 對 因為新聞就寫 側台 我還說一切都好 那我不是很沒辦法 你側台 我只能說我沒事 因為真的會問你的 你真的沒事嗎 我真的沒事 還是說 我們應該用什麼方式關心你 對 就不要問 你給他一個工作機會啊 你不要我說這樣 冷真的 來 不然你坐這裡啦 我坐就好了 不要 不要 他也知道 他也知道 他們的故事傳給你 你費一下 你費一下他們講完 最近 我很少看到他那個眼眶 真的有一點那個 沒有 因為畢竟相伴十三年 十三年很久 是啊 是感情 就是很久很長的感情 就十三年他有一個生活重心 他每個禮拜就是有這件事要做 那已經變成他生活的一部分 會落 會有失落 失落感 因為像很多人都知道說 你禮拜二錄影 禮拜二不約你 就突然禮拜二顯下來 然後我有時候禮拜二起來 我還要去內湖 就發現 我今天其實不用去 對啊 就那個數學 就很像一個親人離開你 因為那是 那是一個生理時鐘 就時間到了 起床 要去錄影 然後走到一半 好難太難了 真的會 他其實聽你的困擾 他也不是真的要聽 他聽兩三句 他兜著兜 就會把話題兜回 他自己在這裡這樣 然後你就覺得說 你也沒有要關心 我覺得有時候 你跟八卦的講 他也許把你的八卦講出去 人家會知道你在煩惱什麼 也許你回過頭 還會得到幫助 或者是他說 你不用擔心 那個誰的誰 根本都沒節目 然後我就這樣 別人過得比我慘 可是你知道 因為我之前剛入行的時候 我有 就有待在一間經紀公司 然後那一間 因為那時候就是新人 本來就是沒什麼工作 就有一次 很幸運的剛好跟我們公司 一個師姐 同一個工作場合 然後他中間休息的時候 也就問我說 你最近過了怎麼樣 工作怎麼樣 我說就是大概你看到的那樣 然後他就說 我覺得公司 可能不太適合你耶 你有沒有在跟別的公司 商量過 然後我說 那你有覺得哪一間適合我嗎 他也都講了其他間 後來我才聽同公司的人講 原來那一個師姐他就是 他很 因為我覺得你已經很熟門熟路 你有時候自己去是會怎麼樣嗎 但是他很喜歡公司 一定要派助理給他 我不知道他是為了要排場 還是要怎麼樣 而且他也很想要公司的其他藝人 越少越好 因為 然後他就是一副 他已經很輕鬆 我覺得你可以找別人 你不要急 像我 我當初也是這樣子 一路爬上來的 我最討厭別人說我運氣好了 我在這一行十幾年 我都是累積而來 但是我就覺得 沒有啊 我覺得你就是運氣好 我真的對你運氣好 真的 我當初真的 你這樣子 會不會人家真的是累積而來的 沒有 因為我 累積所有的運氣很多 對嘛 我其實說真的 我現在想一想 講到這個故事 他叫我換經紀公司 我還有一點生氣 雖然我最後是真的換人 但是我覺得你不能這樣 你採別人你不會比較好 對 而且你兜一兜 最後 我以為你可以給我很好的意見 告訴我我怎麼樣 可以讓工作更多 沒有 然後我還要 對 很棒的 所以有時候真的沒辦法 那五年前吧 我的外號叫做通告王 那我常常看 碰到一些演藝新人 玉琳哥我怎麼樣 才會像你這樣 我一個月都 一兩個通告耶 那我也不知道怎麼跟他講 那我只能安慰他說 沒關係啦 你這段時間會比較辛苦一點 以後 你也會慢慢習慣 等一下 那你還會搞笑 他還要講他自己 我們還要在外面 對... 真的 我跟你講喔 生活中有一些事情 它傳播速度非常快 所以會讓你很不爽 比如說 A 和另外一半吵架 B 被喪屍叮 來 這辦公室傳得可快了 A還是B來 請選擇 自由的選擇很清楚嗎 因為以前我在購物台工作 然後我覺得最恐怖的是 有一天我們就是賣一個珠寶 我永遠一輩子都會記得 那我記得那天 就已經很難賣了 那就一直都賣不好嘛 然後到最後 要說完的話的時候 才賣掉一顆 就賣得很爛就對了 很慘 那很慘 我就已經心情很不好了嘛 對不對 我們結束完 就要來檢討嘛 對 我跟你講喔 我才剛進電梯喔 然後呢 裡面的人都說 你好慘喔 然後當我進到辦公室的時候 全部的人都說 你只有你完蛋了 你真的很死耶 你怎麼會這樣 全部的人都知道 好尷尬喔 對 然後呢 我常常看到你還比這樣 沒有比這樣 為什麼比這樣 一顆 一顆 那個散播的速度是我 連攝影棚剛出來 還沒進到樓上樓上 然後你到後來 要去會議室 要出來碰到業務單位 那一票的人 那個每個人都這樣寫眼看 你就好像一副 看吧 搞成這樣子 完蛋了 對 但我大賣的時候 都沒有人要理我啊 對 都是這樣子 大賣的時候都沒有 壞事 我曾經以前 七朵花我們團體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 有一次我們去一個校園 那一次表演的時候 就是我和另外一個小的 就是走位的時候出差錯 所以就是走位的時候 我們兩個有點 撞在一起這樣子 然後就有點糗這樣子 你到公司的時候 就是經紀人就開始 去跟老闆講了 就是孫總嘛 然後孫總就聽到的時候 就很生氣嘛 然後就說我們這樣子 就是這麼熟練的 怎麼沒有 對 怎麼會撞在一起的 這麼丟臉幹嘛什麼的 覺得我們練得不夠 然後就很需要再 你知道 留下來繼續練 然後這件事情就是 我以為就到此為止 就已經心情很低落 這樣被罵了 然後 好了 遇到一個JR 就是簡笑如 然後 對 季妍凱 因為她以前 就是一個死小孩 因為她年紀比較小 然後她一看到說 聽說你們被罵了 我跟你說 剛剛那個誰誰誰 經紀人有人在講說 你們被罵 你們怎麼這樣啊 之類的 因為簡笑如的聲音非常的大 然後所以她那時候就這樣子 因為她 然後全公司的人就知道了 JR是哪一個 JR不在裡面 這是以前我們屏蔽的時候 對 以前我們七朵花的時候 然後所以那時候 就因為這樣子 然後比如說其他經紀人 然後看到我們的時候 就是都不敢跟我們多聊 七朵花只有五個 四個 真正出片只有四個 就是慢慢凋零了 這個褲花 有的花比較早掉 對 從那時候出片的時候 就凋謝了三朵 對 其實工作就很容易這樣子 因為我之前在製多新的時候 我們會講商品 可是當時剛進去的時候 沒有鏡頭概念 你會很直接的就是 就這個怎麼樣 然後就馬上換下一個 結果有一次錄影完的這個秀 極速跟極速的中間 導播他其實是專程 從樓上下來跟我講說 你看一下螢幕 等鏡頭跟到商品的時候 你再換 然後我說原來是這樣 我說那我知道 結果這時候瓜哥就在旁邊 他說對... 你一直都有這樣的問題 然後我說好 那我知道了 我有把事情記著 可是我不覺得那是被罵 還是對我心靈有什麼創傷 結果沒想到我回家 當天晚上一個經紀人打來 他說我本來想說 你沒有經紀人 我要幫你推一下其他工作 結果 你今天在攝影棚 同時被導播還有瓜哥罵 對 然後整個最大咖的兩個 你知不知道導播什麼 導播就是拍戲的導演 我們攝影棚最大的就是導播 你導播也罵瓜哥也罵 你這樣我看 對啊 吃了... 導播你的醬油 家裡醬油 家裡醬油 他講成這樣耶 卡通就會加碼 其實本來是講 就會常常罵 卡通也是罵 卡通就會變成說打 對啊 會自己加碼 會一直往上堆一點 他就說那這樣很吃力很吃力 沒辦法... 我說好 沒關係... 那看以後有沒有機會 我就覺得 那個人真的是要來嚇我 還是什麼 好 結果隔天去進棚錄影 連攝影師都說 那個誰 對 昨天被罵了 現在不受教也不努力一點 那瓜哥打播手把手的 把你這樣帶大 然後我就想說 好...我知道... 也不努力一點 真的以為自己可以靠臉吃飯嗎 要講我嗎 然後連晚上 好不容易錄影完了 跟幕後工作人員去吃飯 一個女生 一個姐姐說 欣美妳真的很辛苦耶 就是這樣被罵 被欺負 還是要這樣陪笑 可是我就覺得 我真的不覺得怎麼樣 我沒有受傷 我覺得人家願意講是好事 你不要故作堅強 沒有啊 我現在故意改 我關心妳 而且妳知道最害怕的是什麼嗎 因為我真的沒有受傷 我是謝謝長輩這樣提拔 可是話如果這樣傳出去 傳到長輩的耳裡 他們會覺得說 是怎樣 教妳兩句 對 結果她回去更糟 以為是我講的 如果這件事真的是 他們都是聽說的 就絕對不是我講的 等一下人家以為是我講的 可是我覺得跟另外一半就是 吵架被大家知道很煩耶 就是我就是 有 妳那時候新聞很大 我也是謝謝大家耶 妳那個怎麼傳出來的 但是那是我大學時期耶 所以我就一直沒有想要 講這件事情啊 可是那時候就是 人家把它搬到台上去講 然後我就很不開心 因為我就有先跟人家說 我不想要提到這些 然後他們都說好 可是最後就是雖然先講好 到台上之後還是亂講一通 可是當下你也不能怎樣啊 你也只能那邊 陪笑臉 然後因為你只要在節目上面 不爽的話 大家都覺得你開不起玩笑 而且我又是喜劇演員 就是被說開不起玩笑 然後我那時候也是 某一任前男友 我就不說是哪一任了 然後那時候 妳總共有幾任 因為我也只有三任的男朋友而已 那就很好推算 對 自己刪去一下 已經不是剛剛那一任了嘛 對不對 那也不是初戀嘛對不對 對 那就跟那個 好推理師 柯仔耶 好厲害喔 玉琳哥是大推理家 對 然後那時候就是 我剛開始講單口的時候 然後因為喜劇在台上 就會講一些五四三嘛 那有一檔表演就是 專門講十八鏡的笑話 開黃腔這樣子 所以我就特別去研究 很多A片或幹嘛 那時候大學看超少A片 所以我每天回家 看一些X片 對 寫了一片笑話 所以我就看很多A片 然後寫了很多笑話這樣子 然後後來上台之後 然後那時候的男朋友 就很生氣 他就覺得說 你為什麼可以上台開黃腔 他們就說 不是啊 其他男生也都這樣啊 而且主題也是這個 然後我想說 這有什麼好生氣的 然後後來他就說 不是啊 其他男生開黃腔還好啊 可是 性別歧視 對 然後我就覺得 這是超殺豬 超寵女的耶 然後後來 我們就為此大吵架 然後他還跑去跟他朋友訴苦 然後在酒吧裡面 那邊裝可憐 說我女朋友怎麼這個樣子 然後什麼之類的 然後最後還傳回我耳朵裡面 然後他甚至還跟我就是 就是直接開門見散說 以後 上台長黃腔跟 就是跟我在一起 你只能選一個 所以你選了上台長 不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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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上台長笑話 對啊 他又沒錢 他上台有錢耶 之前就是有那個親戚 比如說玉琳哥也會想要 就是介紹我 男性友人 然後這個男性友人 是之前親戚介紹給我 然後想說剛開始想說 可以認識認識 然後說不定之後可以 就是在一起或什麼什麼之類 結果剛一認識這個男生的時候 他就送了我一個 小熊 是很可愛 但是我不需要 打開之後發現他裡面 有寫了一個卡片 他那個卡片裡面寫說 我可以 我跟他認識不到三天耶 那跟熊的關聯是沒有 就是沒有 不知道他送那個什麼意思啊 他好歹寫一個 這個有中喔 這個有中喔 這樣子我們就會說 有中喔 你是後面的幕僚喔 對啊 直接就是幕僚 難怪會介紹 熊熊愛上你 熊熊愛上你 有沒有 對 有關聯 所以不知道他 他那個卡片跟那個熊的意思 是要幹嘛 所以送了一個小熊 然後卡片直接寫說 我很欣賞你 你可以跟我交往嗎 然後我想說 我們才認識才幾天 我想說他到底欣賞我哪一點 我就說可能 我們先從朋友做起 慢慢來慢慢來 他就說 可是很多朋友都說 他說我對女生配合很好啊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的 然後後來 莫名的分析了一堆東西 之後他跟我說 我知道了 你一定是那種眼光標準很高 開始數落我 然後他開始數落我說 一定是 眼光很高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沒有錢 你是不是看不起怎麼樣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什麼什麼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什麼什麼 講了一堆之後 我出來真的是直接封鎖她 他說 你就是眼光高標準的台女 你直接封鎖她 我才不敢聯絡 他是教養有問題耶 他是差一點 你的幽默 真的 對 這做差真的嗎 差很多 我以前想方設法 介紹一個大帥哥要給芸汐 人家那個男的條件好到 那個真的是厲害的 你都想跟他在一起了 人家那個男的 跟他跟你約至少三次吧 每次他都說過敏 一下臉過敏 一下手過敏 一下腳過敏 沒有啊 都是臉啦 臉過敏 那個男的條件多好 因為我不能講他是誰 不然人家會知道他是張彥銘 他要結婚了啦 後來你就氣到結婚了 結婚了 結婚了你再這樣說 沒關係 他說一名也知道 你跟他抱怨這個事情 好 好 他說麗銘哥 你介紹那個什麼 卡 一天到晚都過敏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討論呢 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喔 給我們更多意見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